再来看到复理箱待会副主席何贵箱 质询关注箱公所的人事禁用 道路以及市区生活环境的改善 另外对于箱公所的旧宿舍修缮 认为结果不张 要求日后加强工程监督之责 而备受民众关切的自来水改善作业进度 副主席也要求箱长将冬成说明 质询完了易造势路口的改善 以及市区街道排水清衣除臭的开胃菜 副主席何贵箱话锋一转 执询关注箱公所老旧宿舍修缮作业 他执询指出分两次执行总共200多万元的经费 却看不出任何的改变 要求行政室说明 有本他退休的人员搬走了以后 当初我们没有去编到 说要去做维修的那个部分的钱 所以我们是用其他的部分里面来讲 先拿过来做 你在设计里面 你要改善这个房子的时候 你就一直到位了 为什么要分两次算不够 不够我们有很多方法 再者与乡亲民众息息相关 且由来已久的自来水水之问题 副主席何贵乡咨询表示 去年乡长江东城率地方各级迷代表村长等大阵仗 北上与自来水公司高层对谈协调达成共识 现在却看不到后续作业的进度 与乡长江东城直求对决 我们乡长什么时候有进度怎么样 所以我借着机会 跟香百贵人请示一下 现在我们的进度是到哪里了 那个早景的部分是国有地 但是要经过诗人的农地 它状况是这样 所以诗人农地因为这几天 我们也要特别跟那个当事人 副主席何贵乡咨询出了直求对决 针对乡长江东城 多角化经营活化传统市场环境空间 将周一的夜市迁移进驻 映造市区热闹商圈 何贵乡也给予高度肯定 也期盼乡长江东城与公所团队 能继续努力翻转副理乡 记者是一月蓝副理乡采访报道